我画了个什么东西啊 你要看懂了 你就四个字送给你 叫惊为天人 注意 我画的是国运的线 中国的国运 欧美的国运 这个交汇点是17世纪 这是18、19世纪 这个是20世纪 21世纪 在人类三四千年的历史长河里边 中国绝大多数的时间 都在人类文明的第一梯队 大汉时期 那有拓江万里的雄心 圣唐的时候 那有融会天下为我所用的气派 宋代的时候 包括元代马克波罗 同时代的欧洲 它的文明程度 社会治理方方面面 中国又差距 中国走在前面 这是事实 没有什么好抬杠的 大家读唐诗的时候 都是那个时代人的中国精神风貌 李白写诗 君不见黄河之水 天上来 离别的时候 一般人都伤感 可是在大唐气象里面 离别的时候都可以拍手唱歌 李白成舟 江玉行呼闻 岸上卡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宋国庆 唱歌 汉内存知己 若比 万国衣冠拜面流 汪伟的事 那是汤朝气象 到了宋代的时候 中国整个气象的开阔 仍然有 李庆赵的词 你们都读过吧 那种心情的舒展 长记习庭 日暮 沉醉 不知归路 性尽 挽回周 欧若 偶花深处 争渡 争渡 惊奇一探 欧陆 少男少女在一起 喝酒啊 划拳行令啊 性尽挽回周 成舟的时候还要比 看谁快 争渡 争渡 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余数 男孩女孩受数不亲呢 乱了风俗 没有这种说法吧 而且很高兴 还写诗 可是朋友们 后来中国的生命力 女孩的萎缩 表现在衣服上 盛唐女孩的衣服 从胸口这个地方 一刀绳下去 下边全都敞开 刚才女孩讲权力 那个时候女性的权力 我告诉你 那 比你们现在女孩子 还要自由洒脱 为什么 我这个地方往下一梳 跟裙子一样 我吃多少 多么健硕 管得着吗 什么腰搓不搓 你管得着吗 我不是活给你看的 可是到了宋代以后 贞接牌坊还是出家 这个贞接牌坊 从以后我是这样来看的 你比如有的女同志 她丈夫去世了 这个女同志觉得 哎呀我也不想再嫁了 那么这种人有个贞接牌坊 你不想再嫁行不行 当然行了 人家自由嘛 可是有的女同志 丈夫去世以后 自己生活不方便 还想再嫁 可以不可以 当然可以了嘛 这怎么了 可是那个时候就不行 沉重的枷锁就束和了 衣服从圣唐时期 你那个状态往上手 到了明朝的时候就这样 就是有一点小口 到了清朝的时候 没了 什么都看不到了 就是他衣服表现了一个民族 在走向封闭 在走向江化 所以在明朝中后期以后 海季 清朝以后 文字域 同时代的欧洲和中国比 比我们怎么样 人家从十三至十四世纪 一步一步地在冲破两个枷锁 一个是神权 一个是王权 有个人叫丹丁 丹丁写神曲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他在地狱里边 给谁留了个位置 教皇 敢在地狱里 给教皇留位置 掀开了向神权进行清算的 西方文艺复兴的虚目 有一个画家叫达芬奇 画了个谁 蒙娜丽莎微笑 有人说 蒙娜丽莎微笑多么漂亮 我说你的审美很宽容 蒙娜丽莎的微笑不是她美 是她在思想史和哲学史上的地位 原来的画 只能画圣母天使 而达芬奇 把一个家庭妇女 当作绘画的主题 说明西方的思想史 和画家的彼端 开始从遥远的天国 拉向了人间 这是她的意义 樊高是不是一个 蒙日葵啊 向日葵 挣扎扭曲 有人问我 这向日葵怎么这样 我说我告诉你 向日葵什么样都不重要 这是樊高心中的向日葵 樊高这么话 说明人苏醒了 西方人开始 争破神权的束缚 开始把人的尊严和自由 给呼唤出来 这就是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 引起盟运动 宗教改革三个合在一起 思想的缺口打开了 法国大革命 光荣革命 美国的独立战争 政治制度打开了 工业革命 科技的创造打开了 亚当斯密的国务论 市场经济打开了 哎呀同学们 两三千年 步入我们的部位 野蛮增长 中华民族到了17世纪 其实也开始突破了 即将突破的时候 清津入关 1644年顺治皇帝 在北京成帝 他没有对以前 两千多年制度进行清算 创造一个新的文明体系 发生怎么样了 回去了 更加比旧制度还要封闭 这一下不要紧 中西方的一下子 大家看这个曲线 打开了 我们狙狙独行 被时代远远抛开了 当然了 受死的骆驼必马大 毕竟两三千年的沉淀 就是将要落山的时候 也有一抹彩霞 可是那一抹彩霞 真的很艳丽啊 康千盛世 可是朋友们 晚霞消失以后 是我们这个民族 无尽的黑暗 同胞的挣扎和学习 那么这个时候 一旦给西方交手 真的是愧不成军 为什么 它是不对称战争 啥叫不对称 你拿着机关枪锅 拿着烧火棍棍 鸦片战争的时候 英国的军队 打着浙江定海县城 九分钟 没了定海县城 不对称战争 你说拿着红银枪 在火器面前 不对称 很可怜 一次鸦片战争 二次鸦片战争 中法战争 一直到了某一个点 中国人开始被打击 你们知道 要翻帮体系 日本都是向我们进贡的 2000多年匍匐在中国人的脚下 1894年甲骨海山 灰飞烟灭 说崖边战争的失败 让中国人 它是真正逐渐决心 就开始救这个国家 以前的救是什么救呢 老是在救的制度下边救 就跟人一样 他的躯体要死了 要换一个崭新躯体 老是靠救的躯体就救不了 好了 这次要换躯体了 谁呀 孙中山 率先喊出四个字 镇静 孙中山这个人 一代为人 但是呢 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中山先生犯的错误 就是用欧美的那套制度 对中国改造 对 他就有这么的错误 所以他的临时约法 1912年3月2日临时议会通过的 你读一读 多党制三件分离 鲁迅先生写诗 一个皇帝赶跑了 出现了更多的皇帝 叫梦里一些慈母类 成头变幻 大王旗 是因为什么 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到底是个什么事的 中山县城的一代为人 但这个事他还没搞清楚 但是历史总是慢慢来 后来中山县城 开了个头 要救这个国家 但是这个国运就开始往上有点喊 中山临死的时候 他说一句话 说我们中国人世界人口最多四个亿 但是全世界最被人看不起的就是中国 同学们 鲁森堡还没有昌平的地儿大 照样把中国摁在地上搓一搓 前不平的条约 荷兰比昌平也大不多少 照样在地上搓一搓 我们这个国家就如此残破不堪 中山特别难过 但是他说没办法 他说我们空有四亿同胞一盘散沙 我问大家 中华民族这四亿同胞 谁有能力是国运实现真正的转职 把大家凝成一股上 谁呀 光说毛主席 毛主席和中国共同 不说毛主席 关键人物没有说 不说共产党 一个人不行 他有组织 我说的这个话 他不是我个人的感情 我说的是个历史事实 注意 这个点有1921年 21年之后 中国的国运 毛主席完成一个什么使命呢 我提一个问题 近代中国 在全世界最被人看不起的时候 把一切列强能够推开 让中国人能够站起来 我要为大国 放在近代中国 我说一个卢森堡和荷兰 就是昌平大地的国家 都可以踩着 搓搓我们签不整条约 在那个时候 横扫一切手握签 会建立独立的国家 那个不容易是没法想象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建国 我们还是在列强面前沉沦 什么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而且毛主席干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好了我再给你讲点深刻的东西 就是中国和世界有一个特点 周期率 任何一个朝代两三百年 就不行了 这个不行 你知道它背后的这个规律是什么呢 为解决我说的这个历史周期率 主席干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汉朝 流亡皇帝是不是把土地分给老百姓了 老百姓有了公姓了 干劲就足了 可是同友们 三四十年以后 很自然的会出现这几种现象 土地就开始向某些人集中 你特别能干 他们家二十亩地变成两千亩地 我最初二十亩变成五亩地了 这五亩地感冒发烧一脉 只能给它当电动 还不止 在这个过程中行为 当他掌握了大的财产之后 你知道他会干什么吗 他会在政治上找他的代理人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造成 经济权力的人向政治伸走 政治向经济伸走 形成权力被经济绑架 这样一种权贵结果 出现豪强地主和这个权力掌控经济 后来汉五帝就强行的让豪强地主 离开他的庄园 迁到文帝和景帝的皇陵方面 可是呢 五帝还可以有这个能力 到了汉成帝的时候 没有能力 豪强地主开始续养家丁 养着是几千个人 长安有一个豪强地主的手下 打死了一个人 县官去抓这个人的时候 豪强地主家的家丁 比县令手下的兵要多得多 不了了之 所以到了汉成帝的时候 权贵勾结在一起 使得政治已经不能为全体人民服务 而只是某些权贵代表的时候 只能眼睁睁地等着改朝换天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书呆子叫王莽 王莽啊 尝试着还想救一次 所以他主政以后 其中一个手带叫土地国有制 就是要重新实现 刘邦皇帝那样的一个功名 其实他没有能力 因为这个时候权力 和这个经济的深度的勾结 已经没有能力 最后是王莽下场很可怜 你们都学历史 最后只能是刘秀借着习义 然后再杀一笔豪墙 纷纷土地 又维持了一百多年 一直到三国兵力 同学们 毛主席那个时代 你们知道吗 为解决我说的这个历史周期里 建了一个天大的功劳 经过五三到五六年的社会里 改造土地公用 这个公用你们知 你们可能不了解 我在北京生活 你听好了 比如说你在北京有钱人 你想买地 我告诉你农民的地 你没有购买的资格 那是集体的 我有的 在这个时候 你说你家里再穷 但是这个土地是你的 再穷都有犯者 你说我土地要卖 你没有资格 土地是集体的 养活你 你不能像私有的时候 造成土地兼并 听懂了吗 主席在根上了这个问题的展望 而且我告诉你 主席的土地国有志 两千多年以来 第二朝天的真正做到的 就是毛主席 我们都吃它的红利 我随便跟你说吃它的红利 你坐高铁 一两千里路 三百块钱的条件 那国家不得赔死 我等三人我帮你送来 你也得给我两千块钱 它是咋回事呢 它这个土地 我们这个土地 你比如北京 修到上海这个高铁 如果是美国土地 私有制的国家 你修不了 中间有三十万个资本家 等着你谈谈 我说三十万就形容一下 我给你谈谈 你说了 英文的三十万 这个资本家是四十万 那个资本家五十万 最后我一切手 我啥也不谈 一公里我也不修 修不了 我党不是 极小的社会成本 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提升 你们知道北京的水 一多半都是南水北调的 就北京自己的水费 南水北调的那个水货叫什么 丹江河水 丹江河水货 毛主席那个时候修丹江河水货 那个一个县的人都赚钱了 说产生的效益太大 所以我说中国法学公共享和孙典 你们可能通过历史 有了解的更多一点 所以毛主席的第二条件那边 大型守护 基础设施 我们今天能够飞速发展 包括土地作用的那个事情 两旦一新 国家的尊严 那更不用说 从李自成进北京 现在三四百年以来 中国的世界格局的位置 今天是最好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出现了光明的前景 现在是冲顶最关键的这几十年 你们这一代人啊 同学们 就是把中华民族 送到世界舞台中心的那一代人 为啥花这个局限 欧美一直发展 到了三百年 它的优势 释放殆尽以后 已经出现某种程度的衰弦 新冠疫情 某种程度的 把西方社会治理 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暴露出来 你歌颂它也没有用 这是事实 那么这个时候 中华民族应该说立冲顶 还有不少距离 可是这个曲线将来会交合的 在交合的某一个时候 请问 欧美是愿意放下 中国崛起 走到世界五代中心 两千多年 人家本来就是老大 我就认了 欧美是真是这么想的 还是说 它会在关键的时候 给中国沉重的基 阻断我们民族思想的基础 同学们 这个世界 恐怕就在你们这一代人身上 不可怜 要对 遇见你了